Hello 大家好 最近試玩了一隻新的Pocket MMO 遊戲 就是Pokemon Blaze Online 看回紀錄這個遊戲大概在2021年推出了 當時應該只有英文 到後來慢慢漢化 直到最近2024年開始做一些宣傳推廣 所以最近的玩家也越來越多 而我亦在前幾天的直播中有玩到 這條影片都會講一下關於這遊戲的一些特點 跟其他MMO 例如Pocket MMO 或者Pocket One的分別有些什麼 進入遊戲之後會創建角色 角色方面比較偏向愛國歐美的風格 跟Pocket One 和PRO 比較相似 劇情跟以往的原版一樣 不過挑戰道館需要有一定的精靈搭配和技巧 才可以贏到這個道館 而戰鬥的節奏方面 是所有Pocket MMO 遊戲當中速度最快的一隻 首先戰鬥動畫非常簡單 不會有太多的技能動畫 其次戰鬥亦都散去各種等候時間 例如獲得物品或者金錢等等 不會像Pocket MMO的速度一樣 用一大堆的文字來拖延這個圓結的對戰時間 不過遭遇率就偏高 但由於戰鬥的整體速度都算快 所以不會有一些厭惡的感覺 而且進去PC的時候也不需要對話 只需要走到櫃檯前面就會響起音樂 自動回復這個血量 不需要再一個麻煩的對話 暫時我大概玩了6個小時 得出一些小小的結論 這個遊戲沒有一個華麗的戰鬥動畫 然後戰鬥的節奏速度也算快 PC只要進去櫃檯就會回血 有一個每日任務送一些遊戲幣和道具 有一個交易行 但不知道這個方式是怎樣 也有PVP 隨機的PVP 還有這個OU的單打 暫時不知道會不會有雙打 有角色各樣的坐騎 但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坐騎的速度 暫時我估計應該不會改變速度 色違精靈都比較容易出現 因為整個戰鬥的節奏都算快 所以很快就可以抓到 精靈有一些特殊的外觀 不過暫時還未知道怎樣才能獲得這些特殊外觀的精靈 努力值方面要自己再按確認才會應用到這些努力值 不用再怕打錯精靈而獲得錯誤的努力值 而遊戲入面的個體值和生蛋方面暫時未清楚 因為未去到這個階段 要日後再測試才會知道 以上就是Pokémon Blaze Online的內容介紹 等之後有更多新發現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得可以訂閱頻道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到官網下做遊戲 我亦都會在這遊戲中創建公會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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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серьез hoped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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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JS J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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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C